第九題如附圖所示大小分別為4牛頓及6牛頓 在同一水平直線上方向相反的兩個粒 同時作用在原本靜止於光滑水平面質量為2公斤的物體上 下列關於此物體所受這兩個粒的作用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知道一個施力向右是6牛頓一個施力向左是牛頓 他的合力是方向相反所以要相減所以6減4等於2牛頓 所以他合力是2牛頓所以選項是珠是錯的 如果被釘子釘住之後不動 那是因為釘子會另外額外給他一個阻擋的力量 所以並不是6牛頓跟4牛頓互相平行 所以選項A也是錯的 因為我們的合力不是0 根據牛頓第二運定律F等MA 他就有個加速度 所以他不會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選項C呢也是錯的 只有選項B是對的 因為呢向左的施力是4牛頓 向右的施力是6牛頓 所以要平衡的話 需要多添加一個向左的2牛頓力量 他才會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所以第9題問我們說 下列關於此物體受這兩個力作用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要使物體維持盡力平衡 須提供向左2牛頓的力 我可以在這塊 右邊 左邊 左邊 好